其实我挺理解女生的 我真的理解你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挺开心 在这个舞台上 听到很多女生 就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哪怕听上去就是抱怨 很唠叨 很婆婆妈妈的 但是这比很早以前 就是我觉得我妈 她们那个年代的女生 我觉得她们那个年代的女生 特别懂得隐忍这件事情 她们会觉得就是很多东西 很多苦我自己挨着 然后就是我自己带儿子 或者是老公怎么样 不做家务什么 我忍一下 后来我会发现 她们不是就是 这件事就能过去 而是她们心中的那个委屈感 会慢慢地变大 所以就是现在我宁愿听到 一个女生在舞台上抱怨 自己的老公或者男朋友 多么地糟糕 我也不希望听到说 一个女生在隐忍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至少是一种 释放委屈感的途径 我觉得你至少 你不说的话 我觉得会更糟糕 我其实理解这个女生 是因为她确实放下了一切 自己家乡的一切 去投奔这个男生 她确实没有安全感 然后她又把所有的一切东西 都当成腐板 我觉得我是你 我可能也会这样 就是时刻确认 你到底重不重视我 这个是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她没有她的朋友圈 父母不在身边 她能够依赖的一个东西 这方面我是理解您的 然后这个男生 刚才说了三个字 我特别刺耳 他说做自己 他说你觉得谈恋爱 爱一个人就是要做自己 你如果真正想要达到 做自己的状态 不是谈恋爱 你真正想要做自己 是单身的时候 你最容易做自己 你自己在家 爱这么打游戏 这么打游戏 你爱吃什么零食 吃什么零食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你有一天遇到一个人 他能够让你做自己 那在你能够做自己的背后 就是他的隐忍和妥协 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一段关系当中 不可能两个人都做自己的 但凡有一个人能做自己 另外一个人一定分委屈 所以如果你感觉到 真的很想做自己 我觉得你放他一条生路吧 然后您得让您的兄弟 有所谓的边界感 而且他为什么 不把这个女生当外人 他应该把这个女生当外人 因为我们只有 对待外人的时候 我们才会格外地尊重 我不知道您的生活习惯 是不是对待自己人 对待家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给我做顿饭 你给我兄弟做顿饭 你要多理解我 不是这样的 没结婚之前 在我看来都是外人 谢谢